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羊血煎好了以后呢 我先准备在开水锅里面先给它焯一下水 稍微的焯一下水呢 会更有韧劲 稍微的给它煮个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 羊血煎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粉杂 平时人们做羊杂的话喜欢用羊油 但是我们家人是不爱吃羊油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用我们普通的植物油就可以了 先来准备点配料 然后再来切点姜片 再来切点蒜片 切点锅里边 倒上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来上一勺花椒面 再来多一点辣椒 把切好的葱加蒜 接下来呢 把我们这个羊肚 羊肺子 羊肠子 羊肠子 先给它倒进锅里 炒一下 再来能减少这个羊肠味呢 我们再给它稍微的淋上一点醋 来上一点点的醋 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 炒出香味以后 我们给它倒点水 做开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羊血给它倒在里头了 然后慢慢的炖出香味 给它扔上两个红辣椒 来点十三香 然后再来上几勺盐 来点鸡粉 为了我们的羊肠香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多炖上一会儿 出锅之前呢 再给它放上一些大葱 做羊肠呢 就是多放点葱 会特别的香 接下来呢 我们再煎点水 然后再擦个粉条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做的这个虫羊肠 羊肠呢 我们这边用到的就是这个土豆粉条 好了 现在锅呢 马上就要开了 然后把这个粉条把它搁到锅里串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往里边加上一点花椒 来上两勺盐 放了调料 擦出来的这个粉条会更有味儿 哇 这个粉条就煮好了 准备出锅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捞到碗里头 我们再舀上一些这个 我们再舀上一些这个 然后再撒点迷人的小葱花 再来点儿山西老橙醋 给大家看一下小劲今天做的这个粉杂 粉条筋道 羊肠特香 先给它拌一下 拌一点料 今天这个粉羊杂呢 小镇真的是吃香了 两个多月了没有吃过羊杂 特别的好吃 如果说你们也想吃这样的羊杂呢 也可以照着小劲的做法去做 吃虫羊杂 蘸点糕也行 或者是我们再煮点粉条 吃个粉羊杂也可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拜拜